欢迎中国的朋友来瓦邦游玩 欢迎 我们这里学中文12次用的也是人民币 你吃住这里没有任何的障碍 瓦邦人民欢迎 这个叫佳润的女人 最近也频繁出现在网友的视线中 又是一个纪理赛高后来宣传缅电瓦邦的 这位美女在介绍来瓦邦工作的话 这里的公司可以提供很多的就业岗位 所谓的公司应该就是亨利集团吧 又是一个诈骗团队成员不容置疑 由此就可以看出亨利集团诈骗团队势力太广了 背后定是牵扯着当地军阀的支撑 不然他们在当地怎么会混得这么如鱼得水 也不知道有多少人被佳润那个女人所迷惑 长得漂亮又年轻 谁曾想她也是一个恶魔 网友们纷纷挖出她也曾经跟李赛高和拍过视频 又翻出这些坏蛋魔鬼都是一样 一套路邀请大家去她的家乡玩 宣传家乡一顿拍夸 欢迎你们来玩 有网友评论她的视频说 电信诈骗 官方都点你名了 还有一个网友爆料说 大家千万不要被骗 这个女人就是诈骗分子 她有一个视频是邀请大家去工作的 她删除了 不用那个号私信她 她拉黑了我 这个人绝对有问题 千万别被骗 可想而知 这个名叫佳润的女人其实也已经实追了 竟然还有人看上她 想去那边娶老婆 我看去到都变血奴了 说着正宗的中国话 做着最肮脏的事 简单侮辱我们的中文 还残害我们的同胞 真是罪大恶极 所以说 最近这几年博彩行业和电信诈骗 欺骗了多少国内人员去外面工作 违法的事情 我们千万不能去触碰 只有踏实的做好眼前工作才是王道 不要相信缅甸瓦邦以高兴的薪水 招任何去娶漂亮老婆给误导了 要代言识人 贪财好色迷恋外表 只会让你陷入万丈深渊 做人还是要踏实点好 经过李赛高和佳润的事情 给我们一个重大的启示 我们要警惕网络上的人和事 不要相信一切网上视频上所说的国外高兴工作 特别是柬埔寨和缅甸瓦邦这些地方 想要让自己的生活条件变得更好 就更加努力做好目前的工作 不要相信天上掉馅饼的好事情 真有那么好